为了解决天然气管线无法到达的问题 中油公司于今年5月 在台中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厂区之内 新建完工液化天然气灌装厂 提供天然气潮车灌装服务 为国内开启崭新的天然气入运供应模式 如今新林天然气公司于普里冰湾厂内 另外新建一座液化天然气灌装气化卫星站 日前办理通气典礼 费用减一半 而且在火力上是跟传统式的天然气并没有差别 师傅在使用上也经过祭司的这几天的调整 也把那个火力调整从前一样的火力 所以师傅在使用上会觉得 既然餐厅可以省一半的费用 他们的时候的火力又没有减少 这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基本上来以前没有天然气的时候 普里是用PA气 那价格每一度大概是27块多 那现在改用天然气以后 只有13.05 普里地区海拔较高又深处内陆 铺设长途天然气管线相当困难 为了使居民使用方便的导管供应瓦斯 目前以潮车运送丙碗至当地 再将丙碗混合空气调整为丙碗混合器 经由当地官网供应 使用对象为医院、学校以及饭店等等 以前的PA气的成分是丙碗气 那现在改成脚碗气 主要的价差是因为气源成本的不同 所产生的一个差异 所以我们能够提供更好、更便宜、更方便 更安全、更经济、卫生的天然气 科学的进步 天然气原来是用体积大 原来是用管线失送的 然后现在发明能够冷冻 以后再到我们埔里来计划 所以这是最新的科技 以今年10月丙碗混合器 每度售价27.26元来说 液化天然气每度售价 仅13.5元 相对的便宜许多 将造福当地的民众 与工商产业繁荣发展 记者曾光佑 普立正采访报道